说人情冷暖 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 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第一次怀疑公公偷看我洗澡时 还是一年前 我发现三岁半的儿子 总喜欢趴在洗手间的外面的地上 小手去出洗手间的门 我问她干什么 她比划说爷爷也是这样趴在地上 当时我特别纳闷 公公趴在厕所外面干什么 但也没有多想 隔了两天 我洗完澡 准备穿衣服的时候 门外有动静 好像有人在推门 微微是儿子睡醒了 睡衣随便套着就出来 只看到了站在餐桌边喝水的公公 而儿子睡得正香 我老公大住出差之后呢 婆婆在楼下超市做清洁工 当天她是上中宝 要十一点才下班回家 儿子又睡着了 家里又没有其他人 就在我嘀咕说 难不成闹鬼了时 公公明显有些慌张 还把茶杯给打倒了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学着我儿子那天的样子 趴在洗手间外面 但我的眼睛从洗手间下面的百叶窗望去 居然能看到洗手间放衣杆的位置 也就是洗完澡穿衣服的地方 我和老公买了新房 还有一年才交房 再加上儿子需要人看 我们一直住在公公婆婆家的老房子 这房子只有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的门呢 也是以前那种老式木门 门下有一个是百叶的 百叶是往下斜的 趴在地上从百叶缝隙往上看 是可以看到洗手间里面的一部分 我趴在地上眼睛索到之处 就是我洗完澡穿衣服的地方 也就是我的身体 从下往上三分之二 是能被看到的 当时我的脑袋就嗡嗡响 羞辱感扑面而来 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 这种事肯定不好直接问公公 我还是先给老公给说一下 电话播出去之后 我又挂断了 现在一切都还是我的猜疑而已 万一是我冤枉了 那岂不是太尴尬 想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自己认怂了 第二天婆婆上早包 我故意等公公也下班回来 一家人吃晚饭的时候 用报纸把洗手间 门下面的百叶窗给封死了 婆婆很不解的问 这是为了透透气又没有坏 你疯着干什么 我把声音提高了几度 前几天我上厕所时 感觉有老鼠趴在这里 想钻进来 吓死人了 我看了公公一眼 他明显有些不自在 更加坚定自己的猜测 但必须承认我怂的一批 不敢当面扯下他的遮收布 其实呢也怕自己太尴尬 我只是在心里呢 狠狠地骂了他一万遍 为老不尊的老东西 居然做出这么下流卑鄙的事情来 我也自欺欺人 既然没有证据 那就当我是自己多想啊 这件事就烂在自己肚子里啊 这以后呢 我再也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 必须要叫的时候 就拉点儿子一起叫爷爷 从这一天起 洗澡时 我会把衣服带进淋浴房里面 这样洗手间 门上的百叶缝隙里是看不到的 还有 不到睡觉时 我是不会穿睡衣的 就算有时候很早洗澡 都是穿那种严严实实的家具服 本来以为呢 这事就翻篇了 就当我自己吃了个哑巴亏 要知道 大家低头不见抬头线 天天一个锅里吃饭 闹得太尴尬 婆婆和我老公呢 也很为难 我自以为啊 公公只是有点色心 没有色胆 再加上 我把洗手间 门 封起来 他也怕戳穿老脸 没地方割 收脸是必须的 我还是错了 我忍让让他当成了纵容 8月份的某一天 我洗完澡 正在穿衣服时 听到厨房外面小阳台上 传来婆婆的声音 老头子啊 你怎么大半夜的站在这里啊 灯也不开 吓死人了 公公的声音呢 明显有些慌张 我来看看衣服啊 是不是忘记晒了 我条件反射的 朝着洗手间窗户望去 白叶窗帘的中间 有一格是平的 一看就是有人 故意动过手脚的 天哪 这老东西 居然转移阵地 继续干下流的事情 从洗手间出来 我去到厨房外面的阳台上 发现那里呢 有一张凳子 站在上面呢 从百叶窗帘的 那个平着的缝隙里 望进去 正好是放花洒的地方 这个位置 比门那里看得更清楚 几乎整个人 从头到脚 都可以看到 我起起冲冲的 我想去 拉那个老东西 来对质 却看到婆婆 正系着围裙 在和面 我和的婆婆 记得我和儿子 都喜欢吃手工面 每周呢 他都会做一次 婆婆笑着问 你说明早的手工面里 是煎个合包蛋 还是 放点炸酱呢 我看了一眼客厅 根本没有公公的身影 对着紧闭的房门 回应了婆婆 都可以 明早我不吃早餐 怎么了 胃口不好吗 恶心 反胃 我没好气的说完 就进去了房间 睡觉时 我用谎言 旁敲侧击了一下大柱 那天在小区 你爸直勾勾的 看着楼下宝妈 给孩子喂奶 那眼神里 大写着老色鬼 要不是啊 我让儿子拉走他 估计都被人家抱揍了 正在刷手机的大柱 一下坐起来 对我抱好 你神经病啊 我爸才不是那种人 那你觉得你爸是哪种人 你知道我为什么 出了这个房门 从不穿睡衣吗 就是觉得你爸心术不正 默嫩的大柱 真正发火了 齐花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我爸是老实忠厚 但他没有你说的 这么不要脸 尽管我们夫妻感情 也算一般 但大柱呢 还是第一次这么严肃 且是很认真地 跟我翻脸 我还是有点害怕 再说我并没有 公公偷窥我洗澡的证据 这时候说呢 只会火上浇油 影响夫妻感情 可是如果这件事情 不水落石出 也会是我的一块心病 我自己迈不过去这道坎 在大柱的寒声中呢 我打开了毛宝 买了一个摄像头 我用胶纸 把卫生间的白叶窗 给粘上了 又把摄像头 偷偷地安装在了 阳台热水器的缝隙里 那个星期 婆婆一直在上早包 下午四点就回家了 公公和老师 而我却忐忑不安 我想过拆掉摄像头 然后继续装聋作业 自己注意点就行 反正还有一年 我就可以搬去新家了 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把焦虑呢 告诉了闺蜜 她支持我 找到证据 如果公公真的贼心不死 那还是要亲手 撕下她的征修布 凭什么被羞辱的人 是我 而我还要瞻前顾后的 包揽错误 保护那个老色鬼呢 在伯伯上中班的第一天呢 我去洗澡时 并未脱衣服 而是一直把花洒的热水开着 五分钟后 我就看到了 窗帘百叶在动 一根竹签的东西 从百叶缝隙里伸了进来 我冲到阳台上时 公公正猥琐的 站在小板凳上 我用牙签去戳 窗户百叶窗上的胶纸 你在干什么 我突然的大叫 吓得公公差点摔跟头 在公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我当着他的面 拆掉了摄像头 理直气壮的说 老畜生 你就等着在家长群里 被轰炸吧 我把手机里的监控视频 发给了大柱 估计也是被震惊到了 十分钟后 才回复我几个字 我马上到家了 到时候再说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公公居然离家出走 手机没带 什么都没带 从夜里十一点 一直到早上四点 音讯全无 说真的 当时我是有点慌的 万一他想不开自杀了 那我岂不是成了 我罪魁握手 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 哭得要断气 这老头子 就是被他那些战友 发的视频给带坏了 犯得糊涂而已 你看他平时 话都不敢说的样子 哪里敢做什么 出格的事情呢 你明明知道 男人都是内德性 为什么就不注意一下呢 为什么不能 等我回来再洗澡啊 你这是逼死老头子 这是哪跟哪啊 我在自己家里洗个澡 怎么就不减点了呢 明明受委屈的人是我 怎么搞得我好像 是醉人呢 这锅我可不背 妈 你的意思是我不要脸 是我故意勾异你老公 婆婆就跟哭丧一样 天蒙地裂的 大柱吓得大吼 明明早就知道了 又不能等到十一点过后 我妈回来再洗澡吗 婆婆护着她的枕边人 我也就算了 我的枕边人居然这个时候也怪我 崩溃 委屈寒心 绝望 一下子全洗了 我明显感觉到了 自己全身都在颤抖 金纳柱 你实在太过分了 你也认同是你老婆 过于那个老头是吧 你还是人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不是着急吗 我看该死的人是我 我摔门就冲出了家门 清晨五点 我像个幽灵一样走在大街上 那一刻真的想要一头撞向马路上 飞奔的车子 人间不值得 我还是怕死的 幸好胆小 要不然我儿子就没有了妈 我爸爸妈妈估计要哭死 问了那些是非不分的人 而处罚自己 让至亲至爱 跟着受折磨 那才是真的超级大傻瓜 我直接住到了娘家 大柱给我发微信说 公公游荡了一晚上 毫发无损的回家了 并且承认了对我的不轨之心 但呢 也只不在偷窥 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 大柱也跟我道歉了 希望我能回家 儿子很想我 所以呢 你觉得我应该原谅他 继续叫他爸爸吗 这道鸿沟 我是真的跨越不了 我提出了离婚 大柱死活不同意 我在娘家住的第七天 大柱来了 带着租房子的钥匙 她跟我说 房子租了一年 到时候就可以直接搬去新家了 那个家 你不想回去就不要回了 但是能不能别丢下儿子 也别丢下我 我妈也劝我说 大柱虽然有时候有点拎不清 但也不是妈宝男 关键时候呢 她还是知道谁更重要 她还跟我说 离婚的女人呢 都很不容易 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 日子会过得特别艰辛 说真的 我也没有真的想要离婚 就和大柱两个人的经济 凑合着过去呢 至少可以相互依靠 彼此照应 分开的话 尤其是我 三千一个月的工资 都不够请保姆 这是最扎心又最现实的 还有 随着离婚率的攀升呢 身边很多单亲妈妈 刚离婚时 确实挺爽的 但几乎 所有的问题 都是在再婚时一涌而出 有些再婚后 开始把孩子踢来踢去 有些认为和前夫前妻 藕断丝连 而争吵不休 大部分离婚后都会选择再婚 而真正被忽略 被伤害的就是孩子 深思熟虑之后呢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离婚不急在一时 这次我就暂且原谅了大柱 我跟他约法三章 从此我不再去公共家 不再叫他爸爸 对于婆婆 见面我还是会叫他 毕竟他真的帮了我很多 到现在 我们在租的房子里 住了四个多月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大柱减少了很多加班 实在没空接儿子的时候 我爸会去帮忙接一下 晚上 我们下班再接回家 对于公公呢 我此生都不会原谅 也不会跟他见面 但也不会阻止大柱 回去看他父母 还有 在公公偷窥我 洗澡这件事上 大柱没有第一时间维护我 说明我们夫妻信任不够 这是一根刺 扎进了我的心里 只是目前呢 我还没有想好 该怎么拔掉 我目前要做的就是把脚下的路一步步走好 或许自己真的会越来越强大 也会变得对世界对他人更宽容 而目的就是让自己活得更从容 或许有一天 我也还是决定拔掉这根刺 到那时 我一定做好了当一个单亲妈妈的准备 不会再站前顾后 也相信只是离个婚而已 天不会他 对于成年女人来说 尤其是当后妈 想要不拧巴 无非就是选择自己所能承受的 承受自己所选择的 很多人在婚姻里遇到事情 首先想到的就是离婚 不是解决问题 然后真的离了之后 又撕扯出新的问题 日子只会越过越糟心 离婚痛不痛 担心妈妈难不难 这个没有具体答案 因人而异 很多人说离婚后过得不好 都是因为没钱 有钱的单亲妈妈都不会很糟糕 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前段时间 马依丽在采访时 说起离婚这一年的生活 她用了四个字 非常糟糕 采访中马依丽说 去年是她状态最差的一年 做什么都提不起劲 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 那么要强的她跟好朋友倾诉时 其实我现在真的特别不好 一开始 她也不想在女儿面前示弱 故意装作没事一样 但有一次真的感觉扛不住 都要跟女儿坦白说 自己很糟糕 没有力气照顾孩子了 对于妈妈的崩溃 女儿一点都不意外 还说早就看出来了 妈妈其实过得并不好 女儿建议妈妈去找一个帅气的男人 谈场谅爱 女儿们的理解和懂事 让玛丽伊里有些意外 她自以为自己演示的特别好 没想到女儿们都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我特别能理解 玛丽伊里 那是曾经付出的感情 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人 哪怕被伤害 但真的离了 也只是旧伤未遇 又添心伤而已 那层层叠叠的伤疤 不痛 是不可能的 可日子 总要往前过 既然选择了离婚 可以停下来哭一会儿 然后拥抱一下伤和累累的自己 告诉自己都会过去的 玛丽伊里没有让自己在烂泥里继续深陷 而是用力把自己拔出来 拍拍尘土 继续前行 拍戏 工作 陪女儿 状态一天比一天更好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花在哪 成果就在哪 烂泥里待久了 只会被沼泽淹没 先用力把自己从烂泥里拔出来 好好活着 这次采访的最后 玛丽伊里用的一句话总结 感谢去年那个力不从心的阶段 没有必要一直那么要强着 放自己一马 承认自己也会有糟糕崩溃绝望的时刻 没有人归定要摔倒了 必须要马上站起来 怕一会儿再站起来 不影响任何人 我从不会轻易的劝人家离婚 我也不会觉得离婚就一定更糟糕 结婚是一种选择 离婚也一样 选择了全力以赴 你就会发现天不会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